各位网友你好,欢迎大家收看心灵鸡汤的节目,我是苏维尔牧师 从来没有一个西方的记者访问过苏联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 差不多每一个苏联人都知道,每一个被送到西伯利亚集中营的囚犯 能够重见天日的机会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成千上万的囚犯 尤其是在史太林恐怖统治的时代都在狱中被迫害而死的 但是偶然之间,有些人就可以有机会偷走了出来 讲及在集中营里面一些动人的故事,令人是非常的赞叹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是波罗斯·康菲医生的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康菲医生是一个犹太人,自从他的祖父被沙皇杀了之后 他对任何宗教信仰都是非常的反感 正如他父亲一样,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不知为什么,他可能说了几句反对政府的说话 就被送到西伯利亚的集中营过着非人的生命 但他是一个医生 始终在冰天雪地的集中营里面,医生是很少很少的 所以在这么多的囚犯当中,他是一个比较受到优厚对待的一位 况且,囚犯有时病,欲卒有时都会病,他要靠医生去医病 所以他得到的待遇是比较好很多的 但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思想,有正义感的人 我们看到周围的囚犯是被剥削,被踐踏,被杀 他的尊严,他的价值观好像垃圾一样 令到他有很大的震动 他对整个国家,他对党,整个系统几乎是万年 在集中营里面,不单止他失去了他的自由 失去了一个物质的享受,他的信仰也都失去了 他对国家的热成和效忠也都失去了 在这么多囚犯当中,他有机会认识了一个知识分子 大家变成了好朋友 在谈话之间,他才知道这个知识分子 原来有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很多时候跟他谈及信仰的问题 并且上上跟他分享主土文 给他认识 我们在千上的苦 愿人都知你的命为声 愿你的各各能 愿你的指行在地上 愿我行在千上 我们一用的饮食 今天刺激我们 愿我们的罪账 愿我们免了人的罪账 不叫我们遇见斯坦 救我们出来 因为国度权兵 荣耀全辟你的 直到荣耀 但是对Cornfield 医生看来 这些是太过离地 太过虚弱 他一于拒绝 他只是觉得自己是无辜的 为什么无端端 被拉到这个集中园当中 他内心充满了职怨奋恨 他对基督教有一个很大的抗拒 有一天 有个玉珠病了 要来医院施手术 Cornfield 医生 就是施手术的医生 当他手术研癖 逢回那个伤口的时候 他扎一些血管 突然间有个意念 扣在他心里 哼 这个玉珠是很兇死的 人人都争之有骨 这个是一个千代难逢的机会 只要他不是打一个死别 打一个生结 没多久 那个伤口就会崩溃 他就会一命辜负 那时候神不知 鬼不觉 而且他这样做只不过是为民除海 这个玉珠死有无辜 不需要珍惜 所以当他只是要摘一个生结 想着是要整死这个玉珠的时候 不知为何很奇怪 心里面就发现出主土文的信息 赦免我们的罪 以图我们赦免人的罪 他的心白白共同 有很大的挣扎 扎好 扎好 就不扎好 弄死他 就不弄死好 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 在里面 最后 他就拨插了一个死结 在血管里面 他心里平静下去 一个晚上他没有办法可以睡得着 他可惜看过一样 原来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无辜 为什么我无端端送到这个集中来 他发觉他自己和这个玉珠 其实不是相差很远 都是罪 都是一些离开了上帝的罪 他就想到生完十八的耶稣 在十字架里面所说的这句话 神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 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 他流着眼泪 接受了耶稣基督 做他个人救苦 和主在 当康佛医生成为了基督徒之后 他就日日去背诵这个主土民 继续在集中营里面 做一些他应该做的事 集中营的目标是要叫人至于死命 但他开始看到 他今天是放在一个集中营当中 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大的使命 他要赤手空拳 抵挡这种的杀人的势力 在这里 简直这个是庞庇党居 没有什么希望的一个使命 他仍然要做 原来在集中营里面 如果有些囚犯不听话 不顺服的时候 通常肉粥就会送到 这个禁室的当中 那里又懒 又冷 又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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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进去 几乎是没有机会出轮 但是在集中营里面 有一个这样的朝礼 每个送到这个禁室的囚犯 一定要得到医生的同意 认为他精神状况 身体状况可以定得住 才可以送他进去 而签名的医生就是Confield 以往所有送到这个禁室的囚犯 叫Confield医生签名的时候 他想也不用想 就立刻签名 为什么? 他没有选择的预备 如果他不签名 他自己就会送到禁室当中 放在他想想 就算我不签名 那些肉粥都有方法 是用其他的手段 是将人送到禁室当中 所以他往往 想也不用想 就签字了 奇怪 当他信了耶稣的时候 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烈的良心的杂力 叫他不可以这样随便 将人的生命 是好像垃圾那样看 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不知道 Confield医生知道 他的死期已经达了 在集中营 有一个囚犯 这个囚犯 是病了很久 本来Confield医生觉得 他主要的问题 就是营养不良 应该来说 给他一些比较营养的面包 给他吃 他会有好转 但是 他的病况 是每一天 每一天 衰落去 何解 原来在集中营里面 有很多叫鬼头仔 他们跟那些肉筋 他无意中 他发现他的病人 为什么吃了这些营养的面包 他仍然身体没有好转 原来他发现 有个鬼头仔 是抢了他的面包 来吃 以至 他一无所有 身体一龙一龙衰落 他见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他不加思索 立刻写了个报告 去告这个鬼头阵 但他很清楚知道 他这样做法 他的死期很近 所以康佛医生 知道他死期很近 他就把握每一个机会 把这个福音 去告诉另外一个人 把他的经历 把他的信仰 把这个盼望 去告诉每一个人 有一天 走路 一个年轻人 要开刀接受手术 一个年轻的囚犯 康佛医生 在做完手术之后 这个病人还是很痛当真 康佛就把握这个机会 一口气把这个福音 他的经历 和耶稣 如何为世人死 去告诉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一直听 一直觉得奇怪 为什么医生会跟我说 这些什么 就是康佛医生 跟他说 大致人说 我们每一个人 在地上受苦 都不能说我们是无辜 我们都是罪 但耶稣基督爱我们 唯有他是无辜 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 以至我们能够得到射灭 这个年轻人 听到康佛医生的见证之后 真是目定口哀 一时不知怎样去认对 第二天 这个年轻人醒的时候 第一件事 他想找一找这个医生 聊一聊 究竟在做完手术的时候 你对我说了一番话 是什么意思 但是找的时候 不见了医生 在这个时候 就有一些肉粹 吹了一个 死了的围体出来 他一望 就知道这个就是康佛医生 然后在过一晚 他跟这个年轻人做完手术 回去囚室休息的时候 被一班鬼头仔 把他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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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目都是欲望的 但是 这个年轻人很清楚 他就是康佛医生 没错 康佛医生 康佛医生 是死了 牺牲了他的生命 但是他的生命 他是原谅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 他听到 听过这个医生的见证 他过晚就在上帝面前 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徒 做他个人当主的指导 这个年轻人 不是康佛医生 他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所认识 影响力极大 苏联的离心分子 世界著名的作家 諾佛医文学的得长人 Alexander Sosoliff 他留下这个故事 康佛医生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康佛医生 影响了他的生命 也就是影响千千万万的生命 原因就是因为耶稣基督 伸完十家的耶稣基督 为我们牺牲了 为何康佛医生 是不顾生死 去做这些 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他有盼望 这个盼望胜过死亡 胜过恐惧 他不是只看人生的几十年的过去 这几十年很快就过去 如水冲天 如睡一觉 如早晨八雅的草 早晨八雅的草 晚上去割下苦干 今天 你争我们 你去追我去追 风鸣美鹿 其实都是翻简谱的 大江风去浪去 千古风流人物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 康佛医生 不是只看短暂的 几十年 他看得更远 更准 他就会明白到 他就像保罗所说的 至暂至轻的苦楚 如果比起将来的荣耀 是不能比的 因为我们所顾念 不是看得见的 我们所顾念是看不见的 看得见是暂时的 看不见才是永远 保罗说得很好 We walk by faith Not by faith Not by faith 今天 我们以为我们所看到的 功名利禄 我们的身家 我们的钱财 我们的拥有物 我们的物乐 我们以为这些 是给我们的保障 其实是翻简谱 人如果赚得全世界 却赔上了他的生命 还有什么好处呢 人还用什么可以 换取他的宝贵的生命 你的人生是怎么样 让上帝祝福我们 去思想 究竟我们在这个世上 是有没有意思 我们的全世界 我们的世界 我也有没有意思 我们的世界